斯瓦亦羅諸葛亮是其古相當的對手,沒有諸葛亮蛇,劉備雖然身為大隻。 但是屢戰屢敗,不斷既人離下,得到諸葛亮後,諸葛亮為其制定了戰律方向,劉備者裁拿下了京州,益州和漢中。 益州和曹操,宣渠兵兵的一方諸侯,曹操剛起兵的時候,逗留下侯敦,曹人等寧張相助。 後來常得了信慾,國家,將寧,將寧等人,所以他手下人才濟濟,但即備譽者。 曹操嘗嘗嘗為了壯大自身實力,不斷地在天下招攬人在,斯瓦亦生活在曹操管轄的地獄。 但由於他嫌棄曹操事幻觀之後,所以不願為曹操效力,曹操為了壯大自身實力。 迫斯瓦亦前來為自己效力,斯瓦亦到曹操帳下後,雖然為曹操出過很多非常厲害的計責。 但是曹操手下有信慾,國家,情慾,信慾等謀神,斯瓦亦並不受曹操的重用。 不過隨著做粗,做非的去世,做粗時期的謀神武將,也都接連去世後。 斯瓦亦在做藝的重要性開始得顯,成為要做藝當之無貴的第一能神。 恰好者蛇,劉備去世後,諸葛亮掌管了俗漢政權。 他為了興福漢室,開捨律兵不伐,以做藝聚著做真等人的去世,已經沒有大將能擴行諸葛亮了。 只能重用斯瓦亦,讓他為和諸葛亮對抗,諸葛亮和斯瓦亦,謝二位三國時期的頂級能神。 最終在諸葛亮的不伐時期遭惠了,兩人在交手的過程中,互換勝負,雖然在一些小規模戰略中,諸葛亮多謝原性斯瓦亦,但是斯瓦亦假著了諸葛亮良草運送不義。 自身以康不家的弱點,所罪堅守不出的戰略,讓他順利戰勝了諸葛亮,諸葛亮輸給斯瓦亦。 並非在人不如斯瓦亦,而是俗漢國力不如曹禮,以及俗漢的不伐事勞施遠征,存在良草或遮惡眾不義等問題,謝在讓諸葛亮輸給了斯瓦亦。 但兩才華,諸葛亮不須斯瓦亦,諸葛亮的在人不須斯瓦亦,但他爺子的在人,怨信於斯瓦亦的爺者。 諸葛亮只有一個爺子諸葛占,雖然他的在人平平,但是由於自己的父親諸葛亮在宿漢享有超高地位。 所以依靠父親的關係,繼承了諸葛亮武漢侯的爵位,純粹了淑漢的公主為妻,承了當照副華,心就流先重用,不過諸葛知名過其實。 卡衰是諸葛亮之子,被人誇讚財師韻哲,全身兼偉將軍,平常殊士等遙跡,但實際上財人很平庸,斯瓦超時期。 曹瓦日暴穩地後,斯瓦超派宗沛和鄧艾律兵佛屬,俗漢實力不如曹瓦,所以俗漢大將軍加為選擇了防守戰略。 他在殿閣依靠有利地形,機首不出,讓曹瓦領統帥宗沛止步不前,能有作為,大士鄧艾脚炸炸雲基。 律兵偷渡溫平,進歷了屬漢福地,鄧艾是偷襲,所帶論草不多,再加上象徒奔波,士兵已經勞累不堪,這個時候,諸葛占可以順襲防守戰略。 等到屬漢,以及東吳的援軍到來後,可以和他們一起,將鄧艾夾其手下的張氏絕增,即便列有援軍,諸葛占手中擁有數目精兵。 順以日代勞,實力在鄧艾之上,只要策略得當,就可以擊敗鄧艾,不過望人大跌眼鏡的時,諸葛占沒有順襲防守。 而是不不及待的和鄧艾展開了決政,在連竹枝戰中,差敗給了鄧艾,這樣屬漢肯逆了人麻煩,到這了屬漢的敗王。 西華爾的兩惡爺者,西亞瑟和西馬超都非常優秀,西華爾當上曹芳的副正大臣後,由威和曹廠爭權,到這他受到了曹廠的打壓,西華爾為了自保,順故意裝備。 躲在苦中不出,這個時候,是他的爺子西華爾偷偷為西華爾讓了三千死亡。 最後西華爾振曹芳,曹廠等人外出祭祖祭祭,利用這三千死亡,罰動高平靈之變。 奪了造藝江山的控制權,西華爾去世後,西華爾也牢牢掌握著招正大權。 多謝粉碎了造藝的反國,讓造藝江山順利的成為了西華家族的江山,西華超時期,他不但成功震入了內部的新平江湖等叛亂, 順粉碎了造藝皇帝造無反國奪權行為。 俗漢也是西華超所物的,由一西華爾兩惡爺子西華社,西華超的努力。 謝若曹藝江山成了斯華家族的江山,並在斯華超之子斯華賢手中,取代造藝,建立了西進,造藝江山鬥者烈亡。 斯華爾羅諸葛倆的才能,能分都下,而且兩人都出身世家大族,肯從事子女的教育,但是諸葛倆的爺者,遠信於斯華爾的爺者。 是因爲諸葛倆重小就過著非常出色安逸的生活,缺少懷念,謝若卡進不去大農,而西華爾的兩惡爺者,捲入到了曹禮的政治鬥爭中。 過著小心忍慎的生活,在這種環境下,讓他們的勇心變得更加強大,更加能夠適應各種惡劣的政治環境,也就更加優秀,諸葛倆之所以不如歇也歇,斯華超。 是因爲他生活地環境太安逸了,謝道謝他遠不如經歷掛了大風雅龍的斯華爾,斯華爾。 你可以錄製作詞。 謝謝,請錄製作席,請錄製作曲。 謝謝錄製作曲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